作为水墨海峡画法的首创者 韩国青云大学中国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 中国语文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国家一级美术师崔昌元教授 近日于韩国完成了万只海峡图的创作 并获世界记录认证 近日 崔昌元教授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分享韩国书画家眼中的中国艺术世界 我爸爸就在小学的一个校长 我爸爸是书画家 也是韩国秋实金正习先生 他是属于韩国的书生 他就是25岁的时候到北京去了 拜了两位老师 翁邦刚先生 还有阮元先生 后来秋实体创作了 所以我爸爸也是跟他的书法题 就是秋实体学了 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书法 什么叫书法 但是他一直强调我 秋实先生他到中国去的时候 学到诗诗秋实这四个字 爸爸就留给我了这个思想 80年代 这时候到台湾去 男士呢 刚好台大 有一位教授 他就曾经七八十先生的和俠图 学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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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我就基本上就知道了 怎么画 墨水怎么运用 然后呢 加了一些我都不会写的这个汉字 中文字 然后呢 跟中国人交流的非常的顺畅 上十年之前已经都建交了 我那个时候开始跟中国朋友都交流了 那个时候感觉到大气 我就在北京有遇到了七八十先生的传人 彭淑敏先生与吴金山先生 这两位先生跟我交流 我就跟他交流 艺术 也是同样的和俠 没有办法做 就是和俠 没有办法 绝对没有办法比他们的那种画法 艺术世界 所以我跟我太太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烦了 那我太太是海洋维生物博士 所以他就提醒我 你就画那个海里面这么自有自在的一个有的那种 海下多好啊 我开始觉悟了 韩国人经常说的法国创新 就是中国人说呢 就是温国之心 所以按照七八十先生的画风 还有现在的这个中国朋友艺术家 交流过程当中 得到了我的自己的海峡 这个话 一万只的海峡 你能可以表达什么呢 应该是很多 但是我有两个重点 一个是现代的一个社会 国际社会呢 大家都需求非常需要和平的一个思想 这个和平思想呢 其实我呢 就是七八十先生的艺术世界而得来的 它是三个和谐 它不是经常提出这两个字和平 但是话里面 完完全全的里头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呢 自己跟自我的和谐 所以非常重要的和谐的概念 话里面都有发现 第二个阶段就是 自己对他和谐 现在的国际社会 应该是这个学习 不分国际 不分国境 不分人种 然后第三个是他 就是 画最多的 就是大自然 就是自己跟 七八十先生跟大自然的和谐 所以甚至的艺术家 应该是这样才对 我那个海峡图呢 就是以这个范例 例子 就是海峡水然是跟河峡不一样 但是交流的非常恰合 大家都认同感 认同 这认同感的之后呢 就是任何的交流里面 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没有好玩艺术交流的情况之下 可能大家都会误解 因为他自己的一个立场 自己的一个条件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会容易误解 但是艺术没有这些 唐朝的王博先生 海内村自己 天涯如比林 他面很高的一 puts 去看 我们的一段小时 也篮得 我们的一段小时 我们的一段小时